好,那大家早 那現在開始協商 首先介紹初六席的官員 軍管會 黃天睦、黃主委 法律事務處處長徐翠文 銀行局副局長林志吉 政情局局長張震山 台灣政經教育所董事長林修明 總經理簡立中 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志欣 總經理周建榮 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朱漢強 總經理陳德香 財政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買賣中心董事長陳永成 總經理李愛玲 財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國良 總經理黃毅成 總經理局長 他們室都inter 數字不會吵到 80% 總經理 getting 真的嗎 有一些意見大概都已經有聯絡過了 主要的方向大概都沒問題 大概金融的部分究竟是五百萬五千萬 那待會如果其他委員到的時候再表達 如果沒有特別表達的意見 我們就保留送院會 那合併有幾個其他的委員會 然後院會由院長再召集來協商 請問一下主委 那有關財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 這個部分也算是列在重要的設施範圍裡面嗎 要不要主委要再說明一下 好 謝謝 那關貿網路公司算不算 目前不算 那個是財政部的 財政部 所以有列的都是這幾項 對 這是金融下面的四領域就是 銀行跟證券 對 期貨 對 就四個 四個證券一個銀行的財經公司 謝謝 全民主委 廣銀行沒有列入啊 沒有 央行沒有 也不是我們金融會能夠 能夠處理 他是獨立單位 22項 對 好 謝謝 謝謝 因為他這個一共有22項 像電業法、經濟部提出的 石油管理法、水利法、自來水 商港、氣象、鐵路、公路、醫療、銀行證券 當然是周邊相關的 還有原子能委員會 比較奇怪是央行怎麼會沒有列入 跟主席報告 那個行政院那邊就是匡列了這八個部會 就是剛剛那個主席提到的這八個部會 那央行本身這一次沒有在 就是行政院整個檢討的方案之內 央行本身是關鍵基礎設施沒有錯 是 這整個行政院當時的整個策略考量 是說目前的這八個部會 目前是屬於比較更攸關 我們的民生這個安全性的部分 所以當時檢討的時候 就是針對這八個部會的部分 所下下的二十二部 有人討論過央行嗎 沒提出 沒有 是不是漏掉了 其實央行蠻重要的 他的印製廠 造幣廠 還有一個文員 裡面黃金放那麼多 變成沒有列進去好奇怪 看來得及來不及你們再反應看看 這是行政院國土辦那邊 整個召集的會議 那我們那個經管會出席開會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開始就是處理我們 我們自己狹下的部分 是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徐處長 那我們其他F4的部分有沒有人要發言 都沒有齁 好 那沒有的話 有嗎 有嗎 沒有齁 好 那我們就點稍後一下 那個 零儲英零稍微 他說馬上到 好 那這樣 我們等一下沒有需要再特別再 要溝通 或者是 再 解釋的 報告主席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對 謝謝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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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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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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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感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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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性